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在2022央视元旦晚会上 周深创造了拥有国内最高舞台表演经历的艺人 这个舞台的高度可以理解为两个 第一是央视国家级舞台 自然最高级别 第二是站在339米高的横琴IFC顶楼的专属舞台演唱 这个舞台的高度 样式新闻2022年1月1号22点49分发布消息 大湾区新年音乐会 天空中一个颗繁星 倒映着一个个身影 点燃自己的生命去引到夜的光明 周深在339米高的横琴IFC顶楼舞台 用一首繁星璀璨的天空致敬光荣与梦想 与此同时 央视新闻还发布了一则周深演唱的视频 该视频继 2022年1月1号播出的大湾区新年音乐会上 周深演唱繁星嘴蹭的天空的画面 下面就让我们通过这个视频来一起感受一下 周深在央视2022元的晚会 个人专属高舞台 新年月音叮咚入耳 岭南之韵 一弯同胜 2022年1月1号晚21点10分 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播出了 杨帆远航大湾区 2022新年音乐 随着近几年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 许许多多的文艺演出都将视角放在了大湾区 2021年的CCTV8中秋节晚会也是在大湾区举行的 此次周深在杨帆远航大湾区2022新年音乐会的舞台上 可谓是亮点十足 他站在339米高的横琴IFC顶楼舞台上演唱 这是专门为周深一个人搭建的 在339米IFC大厦顶楼停机城上的专制舞台 还调用了摆台无人机制造光效 实在是很用心很厉害的舞台和演出 站在339米高的位置 俯瞰港珠高大桥 见证祖国强大和繁荣昌盛 周深在央视2022元旦晚会压轴出场 在央视元旦晚会上 艺人站在339米IFC大厦顶演唱 这样的规格和待遇 想必再也没有第二个艺人有这样的条件了 同时这么高的舞台也创造了世界纪录 此外央视本次晚会有17个节目 周深被安排在压轴出上场 但从这个舞台实际高度 就足见他在本次晚会上的地位 这得是焦点中的焦点啊 这是周深此次演唱舞台的实景图 除了舞台高度创造了一个记录 要是新闻此次还以好听 周深站顶的舞台唱《繁星璀璨的天空2022》的话题 来进行强势宣传 也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周深深受央媒的认可和好评 周深现在有多火 一个数据最明显 就是在2021年12月31号的跨年演唱会上 周深先后在中央电视台 江苏卫视 北京卫视和Bilibili四个跨年晚会亮相 走进他的火爆程度之深 前脚刚才演完央视起航2022跨年晚会 后脚又喜提 阳翻远航大湾区2022新年音乐会 由此来看周深上2022春晚已经板上钉钉了 看到周深在大湾区新年音乐会上 演唱繁星随碳的天空的壮观画面 已经在央视新闻对其唱功的充分肯定 喜欢周深的粉丝们纷纷留言 为其打高 站得高望得远 被举高高的周深 身处繁星之中 为璀璨繁星而歌 致敬大桥的修建者们 致敬光荣与理想 在最接近星空的339米高的楼顶 为港周大桥的建设者 献上这首 繁星璀璨的天空 真的是太美了 和周深繁星璀璨的天空 一起致敬中国航天人 致敬中国航天梦 今的一年 我们一起扬帆起航 339米高的 恒情IFC顶楼舞台 还得是我生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